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不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不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早安 大師 早安 各位網友 早安 早安 又到RF 開視 昨天已經是日本央行議認識 加息 加15个点子 另外昨晚凌晨 联储局那边 就没有减息 但是 全都放肩 9月就说减息 有机会 先问大师 你想说什么 先说联储局 还是先说日圆 先说联储局 先说大师 不过日圆 突然间加息 都猜不到 首先说 息率维持不变 这个不用特别说 会后声明 我发觉有两点 挺重要的 第一点他就说 the economic outlook is uncertain 据我印象 记忆中过去几次 会后声明都没有说 economic outlook is uncertain 只是说 经济增长都是强劲 或者moderate 的增长 第二点就是说 都是承认 unemployment rate is move up 就是正在升 但是呢 加一句呢 remain 就是低的 你看一下 如果有留意 周五晚的钱 那些钱呢 我们一直都有说过 unemployment rate 中间的数据 怎样有指示 怎样不够 unemployment 的情况 他的失业率 就徘徊低位 但是呢 就业人数呢 又是减少 这件事就是矛盾 矛盾之处 终于慢慢慢慢 就会浮出来了 就是说其实这个失业率呢 是正在上的 那 浪翻payroll 所显示的 他们所说的就业强劲呢 其实也是假装的 因为呢 就是part time 和长工的分别而已 那但是呢 起码一样东西 承认呢 那个经济状况 uncertain 是不明朗的 嗯 好了 整篇的会议记录呢 基本上给我一个的感觉就是 为了减息而铺路 嗯 那也都说啦 通胀率呢 又算是受控啦 那其实是不是受控呢 其实也是仍然在通胀中的 那现在处于这个高通胀水平呢 如果你说 的息 不是按住它呢 那其实可能飙得更加紧要 当然啦 如果联储那个意欲 根本就是要减息的 9月开始减 可能减三次 嗯 这样的时间呢 那唯有就一定要说一样东西 啊 经济开始真的有点不妥了 嗯 或者有点不明朗了 啊 啊 他一定不会说不妥的 是说不明朗的而已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整篇的 会后声明呢 就是告诉你 9月就一定减息 还有 减下去呢 这个情况呢 就是减息了 那就是 那就是说呢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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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都是芯片股帶動 因為昨天抽得最強的就是NVIDIA NVIDIA升了13% 盤後一眾芯片股也繼續升 順帶一提 昨天也有ARM出了業績之後 其實業績是OK的 昨天也升了11% 但之後全年指引就沒有驚喜 盤是有跌10% 沒有升過 所以對待美股的情況 不要太過一天判斷 是升的 一天判斷反彈的 判斷了已經跌完了 應該要多看一兩天 尤其是在會議後聲明的時間 市場是兩邊發的 因為也有平倉盤 帶動影響到走勢 浪費美股也是 通常這些環境 發一兩天才會見真相 所以美國是否強勁呢 是否真的又是重立那些升軌呢 還是引起你們覺得要升 而是入市買的時間就派給你呢 那我就傾向於後者的 但是當然也不要主觀去看 就是看這一兩天的走勢 看看去到星期五的時間 究竟這個環境是怎樣的 那我就覺得不要太過興奮 嗯 是 昨天的市場就相當波動了 包括昨天的美股叫做彈 繼續彈 但是呢 看回其他也有很多大行情 包括有美債 十年債息已經跌穿 去到404了 即是四這邊的皮 昨天是最低去到402幾 那另外呢 還有很多波動的 就是什麼呢 包括這個黃金 黃金方面呢 這個期金已經準備破頂了 已經去挑戰 現在期金去到2,500了 是的 另外還有油又急升 這個油又爆上去到78.7 即是現在的期油 還有現在想問一下大師 那日圓的走勢了 是的 那日圓 都穿了位了 那這樣說 一系列這樣說 好啊 美國減息的機會大 所以美匯呢 就要弱的 那美匯呢 也都穿了104了 是不是 美匯現在呢 就剛剛穿104了 今天已經 是的 1039了 是的 其實昨晚也穿過一下的 又彈上來 嗯 首先 美匯呢 對非美貨幣和商品呢 是有個利好的作用的 嗯 所以金價呢 也都是一舉 就上了2440那些位的了 那 然後呢 自然呢 就非美貨幣呢 就轉強了 那日圓呢 也都是插穿150 149 現在都穿了 是吧 嗯 現在的日圓是1488了 是的 那 這樣呢 就帶來另外一個問題了 當然 這個趨勢呢 就會持續的 因為美國減息 因為日本加息 嗯 所以這個息差呢 美國就9月減息 日本就加息 是 所以這個息差呢 預期呢 將會繼續收窄的 嗯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美元就已經沒有了優勢的了 好了 日圓升 那當然了 那 現在的趨勢呢 我覺得黃金呢 還會有一段的升幅的 嗯 看一下可不可以再創歷史新高了 那 但是呢 日圓的情況呢 就值得令人憂慮的 因為為什麼呢 呢 日圓呢 其實之前呢 去到160啊 那些位呢 基本上就是overshoot的了 嗯 所以呢 這一下呢 先修補過 overshoot了的情況 啊 那我覺得就 日圓去到14幾啊 142啊 那些位呢 都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個就是修補 他過分跌了的 的因素的 啊 但是實際上 其他的基本面呢 還要再繼續發揮 那 逼我這麼說啊 今天的日圓一升穿 啊 154啊 153啊 154啦 啊 那呢 就已經出現了一件事了 又是日股又跌一千點 是 是不是 那所以是不是沽日股呢 過把握更大 還有 始終割韭菜呢 一定先割日本 嗯 是啊 那現在日經呢 就跌一千零五十幾點了 已經去回 三萬八邊皮了 已經 日經的積隊了 是啊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說 哎 沽外圍市那方面 有些人又問 七五六百啦 諸如此類啦 其實給點耐性啦 七五六百 撐個反彈靚位 才加股 不用 不用 又心急去追啊 啊 但是呢 沽日經呢 就課底 一定要做了 是啊 是啊 真的一定要做了 因為呢 如果再 再升的時間呢 我帶來呢 就是說 日股呢 再進一步呢 會受壓力的 嗯 咦 那待會 我會選一隻 日經呢 因為 JP有日經的 哈哈 有日經 有日經 咦 有的 當然啦 日經 的情況呢 我想就是說 個別自己去發掘啦 是 JP有啦 還有很多 很多其他 也有 是啊 那不能一個而言啦 但是 反而呢 你說 看回港股呢 是 我就發覺 似乎有些亮點的 是 那 當然啦 今天呢 就美股 這個情況之下呢 港股仍然都是高虛 幾十點啦 是 不是說太大的事情 的確呢 如果 指數呢 我覺得都 這幾天都不要太過在意著 因為始終呢 那個危機感是有在的 是 但是你說個股來說呢 我就覺得 阿里巴巴真的露了手影 看看先 阿里巴巴 你看看 你看看圖啊 星期一 走一棍急上 是 星期二 調一調 但是不多 跟著星期三 又走一棍上去 今天 再走一棍上 的確不知道收市 會不會跌下來 是 那 當然啦 就是股值低啊 這些因素啊 其實一直在那 那另外呢 發行CB呢 過幾月前發行CB的那些因素呢 那 我說是中長線利好的因素 嗯 那現在開始又有發揮公用 那還有呢 最重要呢 就是消息了 有一個消息呢 今天出的 就是阿里巴巴 將推人工智能 那些呢 其實已經是做了一整年的了 嗯 但是現在開始滲出來了 這消息 嗯 那當然啦 我就預期呢 下一個消息呢 就應該就是 九月 開始正式在 會回香港第一上市 那就得水可以買了 嗯 再去到十一月 十一二月呢 其實是很大機會呢 分拆那裡呢 又會拿出來說的了 嗯 那所以呢 現在這些位呢 還是七十多元的位呢 其實阿里巴巴呢 就絕對抵買 一定要又是有貨抵 拿著來等 嗯 那我看回阿里巴巴呢 今個星期的走勢 剛剛大師傅說的 星期一一棍 抽上去 接著星期二就 縮一些下來的 那現在連續 今天呢 就第二棍準備 好像肉破頂 之前七十八個七 那個高位呢 想試一下破頂 那巴巴走勢真是不錯 其實 是啊 那有人問 就是 以我的經驗 應該巴巴什麼 可以升到多少年底 這樣 是啊 不是啊 今天可以升到多少 呆氣的 這些問題我又不會回答的 對於我多年經驗 多年經驗又怎樣呢 一天的走勢 根本就是 有 有多年經驗的 就可能有六成準 是 沒有什麼經驗的 都有五成準 因為一半半 不是升又跌 是吧 你根本就是多餘的 問問一天就走勢 太短了 你說如果到年底呢 其實我覺得呢 八二元就一定到 一百五十元就看看環境而到 這樣吧 嗯 好 另外還有一隻 出業職的匯控 大師怎麼看呢 葉姐出了 爆了上去 匯控 匯控爆了上去 但是 也爆不多 不是太多 說真的 現在匯控 現在匯控 更加 時段又跌了 現在匯控 現在匯控69.5 他也是過不了70元 之前的頂 好像剛剛有東西 被他頂住做 70元以上就可以 沽了 就是 匯控 其實整體上呢 就是受累於香港的經濟環境 其實是很大的隱憂 差在就是說 他的底厚呢 他可以 有些化妝術呢 令到那條數不是那麼差 但是始終呢 都要醜苦中水見家用的 那所以呢 就是 你說 那月積漂亮啊 這樣 但是 說真的 我都沒有詳細看 因為昨天也是很忙 那 就 沒有詳細看 那麼 看看 星期五晚 看看可不可以 到詳細看完之後 分析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 我們爭取少許時間 回答多一兩個問題 好的 那麼有網友想問一下 那隻金 在什麼位置呢 想買7299的槓桿 還是轉240號呢 現在這個時候 那隻金 那 那 形勢上呢 其實我覺得金 還有得升的 當然啦 這個是短線 短線可能 一天半天 或者一天兩天的 嗯 那又是去到 240那些歷史高位呢 那裡就有阻力了 那裡就 比較 未清楚 但是你中線一點 我覺得 今年2千 2千6就必見了 差在 看看 到不到2千8至3千 嗯 他的問題呢 就是說 現在他應該拿著 那些7299的 轉不轉去 二百姓寧好呢 就是有槓桿轉無槓桿 是 那這個呢 也是的 其實這個trend 一直在做的 就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急升的時間 就將 七二九九轉到二百四零 嗯 好了 到回調了之後呢 就二百四零轉七二九九 這個就是 有槓桿和沒有槓桿的分別 也都是 各風險控制的分別 那你 高位的時間 但是 就將高風險 高槓桿的 轉去低槓桿 但是仍然保持著 那就算他真的 再抽上去呢 我都起碼有課 先 差點是沒有槓桿的意思 那所以呢 但是呢 其實現在這個位 這個位呢 我就覺得 轉 你說轉三分一 一半 都還可以 嗯 但是 其實應該等他呢 有機會是破的 那所以我就 傾向於 其實就 不變應難變的 都還 嗯 那金真的 都是肉破頂的了 現在現貨金已經去到 二千四百五十五元這些位 這次亞洲時段 都是賣上來的 那金也走得很好 那另外 有網友 都是想問一下 一些相關於AI的東西 9888 先回答這隻 百度 百度 怎麼看呢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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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得尾呢 是啊 其實呢 如果你說 做中場線部署是可以買的 但是技術走勢呢 就暫時沒有 特別很明顯的 轉弱 轉强的信號 嗯 所以可能都還要等的 但是如果你說 證股呢 這些位置儲存呢 就應該可以的 嗯 好 我們回答一下 二十吧 雙湯 二十 二十 現在就是 都是這些位 都是這些位 其實這個星期也沒有變 是 一個半星期 都是上面 高位 一個二號幾 下面低位 一個一號幾 都是這些位置可以收集 對 收集 這些位置是收集的 但是你說 什麼時候走呢 真的要AI熱潮 在中資股那方面 出現了一個勢頭的時間 才會走得快 對 首映就有了 看看巴巴 但是你說 那個勢 就是 熱炒 還沒有炒到的 是的 是的 今天 我還沒有說過廣股 現在恆生指數 其實有點悶悶的 那 都是 昨天升得很漂亮 現在有17,300多 都是雜幅上上落落 今天呢 我們選擇 什麼焦點股份好呢 大師 今天 焦點 不如 阿里巴巴巴既然 這個星期初 有兩棺 挺好的 那今天 暖一點 看看 希望可以 做完第三棺 至少 不要多 上82元 我有隻 短身短 就到期 就是82元 行使的 那 希望先上去 等我走 看看 好 今天我們 焦點就是看阿里巴巴 那 我們現在會先去講個break break 先的 稍後回來 繼續有大師 牛熊挑戰 所以大家不要走開 我們稍後再見 好 拜拜 免責聲明 Rekk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概不負責 同時 Rekka Finance 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kka Finance 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kka Finance 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kka Finance 立場 Bank Bank Bank